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挖人村村长 再跟各位聊一下 这就是一般的潜水所谓穿的挖鞋 这个挖鞋的部分 有的是用袋子 有的是用套的 就像穿一个鞋子一样套鞋 这后面是软的 那一般我们习惯用的是袋子 因为那个袋子断了可以再换 可是那个软的那个 因为这个挖鞋也是一个耗材 时间久了之后它会坏 而且橡胶的东西它会 天气热 如果你没有用华氏粉给它涂过的话 你长期不用的话 它自己会 会焦化 就会融化掉 所以这种橡胶 东西是很难保存的 因此它就是一个耗材 你就是要在一剂里面 或几剂就把它用完 它不会说能够让你尝 所谓的耐久材 不是,这个东西都不是 它就是耗材 你用一旦之后 它那个胶子变了之后就丢掉 就买新的就是这样 但是你的技术就不断精进 各位我常常在讲 我有一集专门介绍所谓海豹时候挖鞋 就是分岔的挖鞋 那个我放在下面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点开 按照仿身的原理去做的 那一般就是这种的挖鞋 两只脚各穿一只的 这种挖鞋 那各位可能如果你会游泳 你就知道 如果你穿的挖鞋就是世界上世界冠军的游泳选手 也游不过你 因为你穿的这个东西就像装的马达一样 你两脚交替的打 那人家绝对不是你对手 那这个,讲到这个东西 顺便跟各位科普一下 不管你会不会游泳 如果会游泳的人就知道 我们游泳真正的推进的这个主要的力量来自哪里呢 不是来自脚 不是来自脚 是来自手 速度是来自手 不管是碟氧挖子 碟氏、氧氏、挖氏、自由氏 自由氏有的叫捷泳 那个快捷的捷泳 那这些东西呢 不管哪一种指使 都是手是主要推进力 速度是来自手 不是来自脚 脚反而很耗氧 如果你打水的时候 尤其自由氏 它很耗氧 那蝶子是靠脊椎骨 来摆动 因此 氧氏如果说通常比赛都是单氧 就是等于自由氏反过来 两只脚也是交替打 那都很耗氧 但是氧氏其实比较科学 理论上来讲 如果以运动生理学来讲的话 氧氏应该会比自由氏还快 因为你背后像一个船的那个船底一样 平底船的船底一样 而自由氏 前面这一样的阻力比较大 因为胸肌腹肌形状 物理形状不是很规整 所以因此有的比赛 穿了什么鲨鱼装 以前还曾经有过争议 说不能穿这些东西 因为你穿这些东西之后 就把你调整 人体的形状调整成流线型了 足水最少 你用了科技 就离那个原始的这个physical 已经越来越 越离越远 那今天要讲就是 两个东西 两个新玩意儿 一个叫做浦泳 什么叫浦 浦就是那个 简单讲 浦就是挖鞋 那有没有人穿挖鞋比赛游泳呢 没必要 为什么 因为这个挖鞋的种类多了去了 我随便画了一个 有的挖鞋比这个长两倍 你摆动的时候 它的后面还弯的很严重 那有的挖鞋重装的人 潜水在水底下工作 比如说在水底下修护或焊接等等的人 他们穿的挖鞋是又短又厚又宽的 那种挖鞋叫重装挖鞋 光是挖鞋这个种类就多了去了 然后不断的有人推成粗心 否则的话 每一家可能都会申请一小部分专利 因为基本上是这个形状 所以实际上这个没有什么稀奇 我曾经讲过说 为什么介绍分岔式的挖鞋 因为那个有很大突破 突破了很多的想法 以前我讲过 铺面越大 铺就是这个 就是青蛙的脚张开中间 这个有铺 铺嘛 那那个飞鱼也有 那个 当然那个鱼类都有了 其他的那个 那个腹鞋跟那个背鞋 还有尾鞋都有 都那个叫铺 就是两个骨架中间 长那个薄末 那就叫铺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挖鞋 俗称挖鞋这个东西 它有了造成英文翻译的很文绸绸 叫做鞋状枝 鞋 就是鱼背后那个鞋 鞋状枝 或者叫做鞋 那其实实际上它就是铺 那现在有种叫做鞋 鞋 鞋就是什么 就像美人鱼那样子 就是我们要用蝶式的姿势 那个腿部要用蝶式的姿势 要用腰去来散它 就是两个挖鞋 并在一起 变成一双大挖鞋 然后有两个鞋桶 你穿进去之后 两个脚穿进去之后 你只能用蝶式那个姿势 也就是这种姿势 这样有 那现在叫做浦泳 也有比赛 也有国际性比赛 前一阵才比赛 我个人觉得说 那个东西没什么太大意义 因为你真正实用的话 还是这个东西 你穿那个浦泳 你在水底下 你要穿那个作业吗 你穿这个 你可以在水底下 任意时间作业 你做几个小时都没关系 很轻松 乃至于说你在水底下 如果说你觉得说 你要站在水底下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脖很费色 你把鞋脱了之后 挂在腰间 像蛙人那样子 挂在腰间 他脚上穿的是珊瑚鞋 就所谓珊瑚鞋 有的叫沙鞋 那个东西的目的就是 你踩在珊瑚胶上 不会被割伤的目的而已 就这样白色的那个 长统的那个 很像摔角选手穿的那个 那个东西叫珊瑚鞋 那你现在如果说你是单脯的话 那就是在游泳池里面玩玩而已 所以那个东西的比赛 实在是可以说是一种游戏 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 学校 一个教水中运动的一个教练 如果说你这些学生 都很熟悉的话 那你就要设计一些游戏 各位看美国陆军那个体育教材 我曾经介绍过 里面就有 他很多的活动都不是那个体育活动 而是娱乐活动 也就是他要训练阿兵哥的嘛 那阿兵哥年纪都很轻 有的十六七岁到十八九岁 这是主要是入伍的年龄 就是这个年龄段 十六七岁可能在军校 那十八九岁可能就是入伍真正入伍 那你不管怎样 你要训练他们体能之外 你不能够每天都搞一二一 你一定要搞一些活动 所以他那里面有很多是设计活动 那实际上单仆等于是一种水中活动 不是一个什么震惊的比赛项目 从那个单仆 那个单仆的那个概念来自来自美人鱼 因此现在也有一种 有一种女人希望自己美得像美人鱼一样 因此还特别把那个单仆再加上外面 加上一个外套像旗袍的那个一样 合身的 然后后面尾巴还像那个孔雀鱼一样 很有湿湿的这样 然后在水里面拍一些美照 很多人都拍过 台湾还有专辑 我不替他们介绍 因为那个我不可能去尝试 第一个没什么意义 那个东西很累 而且因为你是你没有用水费 所以你一次闭气下去 就很快速的拍摄 然后再起来呼吸 那个没有什么实际实用价值 我只可以这样讲 就是纯美而已 这个是有实用价值的 这个可以在水中作业 不管你做什么 那刚刚讲过说 现在有新的有两项 第一个是浦勇 也就是单浦 单浦的这个 现在台湾也有 台湾有组队出去比赛 那个我个人认为 那就是一个游戏 那不是什么正经事 这个东西是有实用价值的 然后再来就是 第二个叫气勇 气勇是什么东西 可能你翻译成气勇 就是机器的气 气聚的气 气勇 勇就游勇 气勇是什么玩意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用单浦 然后这个手前面 两只手前面 拿一个这个钢瓶 拿一个这个 所谓钢瓶就是什么 气瓶 很多人以为说 在水中的那些人 都是用的是氧气瓶 其实不是 我已经讲过 潜水那一节我已经讲过 那个钢瓶里面打的是压缩空气 也就是我们一般工厂常用的压缩空气 可是那压缩空气你可以看很脏嘛 你看它那个绿水器 底下那个油水很恶心 把那个东西弄到那个钢瓶里面 你要呼吸到 要呼吸到肺里面去吗 不是 它用的那种压缩空气机 不是普通的压缩空气机 它是用的是一种叫做无油式的 它不用油来润滑 不用油来润滑 压缩器 你要把空气给它压缩 那这个气缸跟那个活塞之间的那个怎么样弄呢 它是用一种特殊的一种一种塑胶 那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讲 简单讲那个压缩空气机 就是一种无油的压缩空气机 它打出来的空气还经过过滤 里面不会有什么油啊 什么杂质会进入那边 经过过滤之后 然后打到你的那个钢瓶里面 钢瓶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橡胶的气囊 那个气囊原来是很大的 它被压缩之后 因为空气是可以被压缩 水不能 液体不能被压缩 它压缩的很小之后 然后那个空间就被压缩空气进来了 那压缩空气进来之后 这个情形 跟一般的瓦斯钢瓶不太一样 瓦斯钢瓶就是把压力打进去 而那个水废 刚讲那个气瓶是水废 我们俗称叫水废 它是里面有一个有一个囊 是一个橡胶的囊 那个囊被压缩了之后 然后我们只要把那个气瓶 那个阀门打开之后 那个气就会跑出来 但是如果你打开很大的 就冲出来了 因为里面压力很大 很快就卸掉 可是那么大的量 我们会把我们的肺 给吹得像气球一样 马上吹死你 所以你必须要解压阀 也就是你在要吸气的时候 产生负压 那个阀就打开 打开之后 因为你有调整那个压力 所以那个压力 刚刚好可以进入你的肺 你不会有被像吹气球一样 那些可怕的现象都不会发生 所以这个气瓶早就发明 但是这个重装潜水 用这个气瓶下 水废潜水 是发明那个阀 主要是那个阀 阀门 然后再来他们还有三点 有压力表 还有残存的这个钢瓶 里面有多少压力 你就知道线里面 还有多少气在里面 等等等 那个时候你如果说你去学 花钱去学这个潜水 你都知道 但是我今天是要讲 讲就是那两项运动 一个叫浦勇 另外一个叫气勇 气勇就是这样 就是穿着单脯的挖鞋 然后双手瓶绳 前面拿了一个钢瓶 然后这个背后没有背钢瓶 实际上 这实际上也谈不上 是个什么运动了 这就是水中一种游戏了 可以这样讲 你要这样干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在水中 还有水中推进器 各位水里面的玩意儿 我已经这个 好像都介绍过 水中有很多的玩意儿 我甚至于还 还曾经想过说台湾以前 有日本的那个所谓的正阳特工队 正阳特工队就是水中自杀队 有的人叫潜艇自杀队 实际上它的潜艇 不是我们所谓的那种潜艇 是挤人的潜艇 海豹部队也发明那种东西 只是秘密武器 那我甚至于讲说 尽管你的敌人再造什么航空母舰 再造什么多少军舰 如果你有一大堆敢死队 就像契勇那样 而它前面不是个钢瓶 前面是个炸弹 如果说你怕声纳发现它的话 你就用人力嘛 用人力用挖斜这样推进嘛 甚至于那个炸弹后面 里面就有马达 然后就可以推进 带着你跑 然后由人来控制它的方向 正对着那个船 那个船的船底放开 刷的飞弹飞出去 然后你折返游走 我曾经讲过是这种特工队 而它不是人肉炸弹 它不跟这个炸弹一起 它只是接近那个目标 比如说接近到已经几百公尺了 它可以把这个东西定向的 让它往那边去冲 就可以炸毁一些重要的 实际上大家可以想象看 广岛长期两颗原子弹 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奇怪 这个原子弹是不是要很巨大 因为核能电厂那么巨大 而且不是用那个 又二三五不是一条 一条像铁棒一样的东西吗 那这个东西到底要用什么 要几段 因为它是一小段一小段的 到底要用几段 那刚好小犬 我儿子就是学这个东西的 他以前在这个单位 台湾这个单位里面工作 那我就请教过他 我说原子弹要怎么样激发 是不是要拿炸弹 他说不是 他说只要有任何一种 任何一种比如说简单的炸弹 所以他是丢炸弹 像传统的轰炸机一样 把炸弹丢下去 他头朝下 那个头碰到地面的时候 马上就会 那个激发雷管 雷管一爆炸之后 那个炸弹就爆炸 炸弹一爆炸之后 引发原子弹的那个连锁反应 马上就开始就产生了广岛长期的那个效果 是这样子来的 不是跟我想象的说必须要什么 要核子反应毒要什么 都不需要 因为它是一个破坏 不是一个箭射 同样的你难道不能够用那个 所谓我们现在讲说 某某飞弹 洲际飞弹是挂核弹头 核弹头 其实那个核弹头恐怕你也可以用别种方式 不需要那么巨大 很巨大的那个轰炸机什么什么的 这个部分我想就交给专家去研究吧 那个我们就只是讲这个idea 气勇实际上没什么价值 那个所谓普勇也没什么商业价值 或者工业价值 或者是这个应用价值 只是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是蛙人村村长吴忠诚 跟各位分享 谢谢